6月17号的清晨 500多名港警闯入苹果日报总部大楼内搜查 并下令封锁大楼的所有出入口 警方还要求所有员工登记身份证等个人资料 不得擅自离开 港警拘捕了异传媒行政总裁张建宏 异传媒集团营运总裁周达全 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 总编辑罗伟光 和苹果动新闻平台总监张志伟 共5名公司高管 香港国安处高级警司李贵华 之后向媒体证实 以冻结苹果日报等3000公司 共约1800万港元的资产 李贵华还宣称 苹果日报从2019年至今 有数十篇文章内容 是呼吁外国制裁中共及特区政府 被捕5人对文章的内容风格及方针 则无旁贷 不排除再有其他人被捕 但他拒绝透露 涉案文章是指哪些新闻报道 以及当中的什么字眼违反了国安法 其实媒体在所有社会来说 都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关口 因为只有新闻自由 还能有一系列的社会上的自由的行为 自由的言论 自由的表达等等 中共也非常的了解这一点 所以在香港 它要实施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统治 第一步 必须它会在言论自由方面下狠手 当天香港记者协会等八个传媒公会 发表联合声明 批评警方的搜捕行动 对香港的新闻自由构成严重威胁 国际社会对此事也十分关注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17号在记者会上回应指出 美国强烈谴责港府拘捕苹果日报 5名管理层 呼吁港府立即释放他们 普莱斯说 压制媒体自由和限制信息自由流动 不仅损害了香港的民主制度 也损害了香港作为国际中心的信誉和活力 英国外相拉布也在推特发文说 针对香港苹果日报的搜查和逮捕行动 坐实的北京政府正在利用国安法压制不同意见 而不是维护公共安全 苹果日报5名高层被捕后 报社人员继续排版及校对工作 午夜前如常开机印刷报纸 苹果日报当天的头条是 苹果日报高层被捕事件 共有8版纸全版报道事件及相关消息 报章会加印到50万份 新唐人记者长春 孟新奇 周天采访报道 郑市集圈